大家请合掌 谢谢 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中风果实三十细念法事 尊敬的主义同修 主义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再一次 借这个 共修 继续来给大家学习 习讲三十细念 这个法事的大义 如果 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你们大家 多多提醒 因为 我是用我的真心 把所学习的 用这个法 来供养 特别是 特别是 普贤 菩萨 有为我们 讲得很清楚 一切 一切法 一切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为大 法 法 法为什么供养中 是最大的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 觉悟 帮我们 调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 释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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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经书法 四十九年 不中断 都是用法 跟一切众生 解善缘 所以大家 要记得 一道法师 有姻缘 要对着法师 来请法 就算讲一句 善语 一句的善劝 就算一句了 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你这个供养 修的不是太大了 要懂得 去珍惜 也是 为我们学习 学习什么呢 克服你的傲慢心 你看 有一些人学习佛法 越学越低调 就是说 从他的行为 态度 语言 都非常的谦虚 有一些人 越学越高傲 越傲慢 人目中无人 以为 所学的境界 比任何人更高 像这样的人 只是皮毛而已 永远不会有成就的 所以 在佛法里面的 恭敬心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今天 再继续给大家来 洗脚 这个上个星期的 上个星期我们 已经给大家简单的说明 这个三十七年一开端 我们就会看得到 一所济颂 绝海 虚空 岂 这个呢 上个星期啊 已经给大家简单说明了 中文国师告诉我们 绝 绝是讲我们的觉悟 比喻就是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像什么呢 中文国师用海来做比喻 就像海一样这么深度 深广无尽的 换句话说 中文国师告诉我们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 中文国师已经 告诉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今天我们虽然是迷了 但是那个自信还在存在 什么时候呢 当你觉悟 那今天虽然我们的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了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中文国师想的 就是因为迷了 迷了什么样的呢 人一迷了是什么样的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迷的标准 是什么样的标准 就是现在 所以中文国师告诉我们 什么呢 人 他的自信迷失了 下面的果报是什么果报呢 我们看下面 第一章 中文国师就告诉我们 说婆也浪流 说婆也浪流 是指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 意思就是说我们生生世世 无量节以来 都在这个六道轮回受苦 都在流浪 我们已经流浪很久了 到现在还不想回家 你说苦不苦呢 你看那个过去我们不是有看过那个阿弥陀佛那个规徒吗 那个阿弥陀佛不是抱着一个小孩吗 这个小孩呀 坐着莲花 然后抱着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看着这个 这个这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看这个小孩这么可爱 小孩儿子赶快回家 不要再流浪 流浪太苦了 但是我们没办法不听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真的阿弥陀佛对我们众生的关怀 如同父母对儿女的关怀 而且超过父母对儿女的关怀 所以我们这个流浪流浪的太久 什么原因 佛告诉我们 迷了吗 我们看第一章的刚才那一章 因为佛告诉我们 你已经迷了 刚才也不是讲过了 迷的现象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我们的整个脸 所显出来的都在迷着 那迷了呢 之后众生就开始造业 造业都是从哪里来的 从你迷惑之后 所以六道轮回 就这样产生了 无量节以来到现在 我们都醒不过来 到现在 天天造业 念念都在造业 越迷越深 越陷越苦 所以叫做说谱也浪流 如果你能够把这一段看得懂 看得清楚 那今天你念佛真的整个境界是不一样的 所以过去呢 我们会听到 那个勇家大师 勇家大师不是讲了一句话吗 大家有没有 有意啊 有没有 勇家大师 这个讲得很好 在三十七年我们也常常听到 梦里明明有六趣 下面呢 下面是什么 学货空空五大千 我们这个六道就像什么 像梦一样 真的 像在做梦一样 大家有没有去想到 你今生能够得人生 你来世能不能得人生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你不要以为 你今天念佛 将来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一定 你来世能不能得人生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如果连这个第一福的标准 你都做不到 不要说成佛 成阿罗汉 连做人的资格 你都没有 因为 敬业三福 第一福 是人天的福报 所以今天 你想要行善 你行善 要从哪里行善开始 佛经讲得很清楚 在佛经里面 善的标准 都是敬业 三福的第一福 你除了这个标准 你所修的 都是有落而已 你所享受的 你所享受的 几乎都这三个道 这个讲得很清楚的 你今天布施种种的这些供养 好不好 很好 但是一切善里面 佛经的标准就是这一个 除了这一个 那个不是真善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我想要在外面行善 做一些慈善的一些义工 种种的 对父母都不懂恭敬 还行什么善 所以你今生能够得忍生 乃至得忍生 一目了然 你大家这也可以看 因为我们佛教都是讲因果 今天你种的什么样的因 将来什么样的果 一目了然 大家都知道的 你能不能得忍生 你能不能成佛 你能不能往生西方解决世界 很清楚了 从这个标准形去看 你就知道了 你的来世是怎么样的 你将来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很清楚的 你今生能够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过得好 政府照顾得非常好 对我们的关怀 生活又非常的安居乐业 种种的 你来世 你们能得到这种的环境 也不一定 可能会生在一个很穷的国家 甚至可能动乱的国家 天天打仗的国家 生活非常的辛苦 也有可能 所以整个六道 勇家大师告诉我们 就好像梦一样 那这个梦什么时候醒过来呢 勇家大师告诉我们 绝后空空无大千 你觉悟了 你觉悟了 什么都没有了 显出来的 只有一针法界 就是你的清静心 而显出来的 所以中风果师 在这一段 娑婆夜浪流 这个娑婆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下面 娑婆这两个字呢 是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名称 它是梵语 翻成中文的意思 叫做看人 那这个娑婆这两个字 它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娑婆这两个字 下面会跟大家来说明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也为我们说明说佛 说佛是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众生 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 这个居住的环境的众生 虽然生活很辛苦 虽然生活很辛苦 明明很苦的 但是很有耐心 无论再苦再难 你们去留意一下 他都不愿意处理 他都不愿意改变这种生活的状态 他都不愿意的 你不相信 你看看你的周围 你就知道了 这些全部都在我们的周围 你有没有去留意一下 明明很苦 明明真的很苦 哎呀 还不错 没有过不去的卡 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 一句老话 没有过不去的卡 过了呢 你还要受苦啊 真的 这种人我看的太多了 明明很苦的 他还不想离苦 所以过去英光大师 很多这些同修就问英光大师 说师父我念佛不能得力怎么办 担心嘛 这么难得我念佛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 又能够闻到这个法门 又能够闻到西方极的世界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我为什么念佛不能得力呢 奇怪呢 英光大师直接了断告诉他 你没有把说佛世界之苦 极乐世界之乐 没有真正的透彻了解 明白 把事实真相 搞清楚 所以造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还愿意在这个六道 继续流转下去 所以佛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的众生 真的能堪忍 很有耐心 能够忍受这些的痛苦 所以佛在经上里面 来为我们居住这个环境 取了这个名字 叫做娑婆 佛为什么会称呼我们这个娑婆呢 就是从果上来看的 从因 把这个事实本来就是这个 所以佛取这个名字 不是没有道理的 都有道理的 只是我们真的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大家要好好去留意 我们属于这一类的众生 太难度了 你跟他说很普 他能够接受 接受不了 时间哪有苦 只有快乐 时间未到而已 你还没遇到真正的苦 遇到真正的苦 你才能够懂得 什么叫做离苦得乐 好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什么叫做夜浪流 娑婆 这两个字简单给大家说明了 听懂吗 清楚吗 所以你们的生活叫做什么 叫做娑婆 什么时候离开呢 看个人的姻缘 你要这个娑婆 你还是要那个己乐 自己的选择 夜浪流 夜什么呢 佛告诉我们 夜的意思就是造作 这个造作呢 从表现 我们来看 在哪些地方 这个造作 这个造作的 从哪个地方 所表现出来 我们所看到的 是在哪些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的起心动念 或者我们的念头 起了一个念头 我们的心起了一个念头 而这个念头 让我们这个心开始动了 你开始动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夜 所谓的异业 这个是个比如 譬如 这个意 意愿 有分为 有业 有善 有恶 在譬如 譬如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处事 待人 觉悟 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曾跟人 一个人的关系 的沟通 这是用什么的沟通呢 用什么样的 攻击的沟通 就是用意愿 来表达出来 你的心意 你种种的 所以用什么呢 用讲话 用这个讲话的意愿 所以叫做什么 叫做口言 在披露 比如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处事 待人 觉悟 无论我们在哪一切 一切处 一切时 无论 人与人之间 我们常常用什么 用我们这个身体 去实行 在行为上 在生活上 种种的 无论是善 还是恶的 我们离不开这个身体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生育 那么佛告诉我们 这个业 有分为两个 我们看下面 一个是善 一个是恶 善 有善果 恶 有恶果 无论善恶果报 佛就告诉我们 这个都是属于六道轮回的 无论是善 无论是恶 这是属于 这个六道轮回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都能够跑得了 无论 只要你还在六道里面 你是跑不了的 就是在这个范围里 比如说 今天你造作善月 十二上升 升到哪里 升到三三道 先生你堕落了 造作恶月 十二下降 都在哪里 都在恶道 这是三恶道 就是 无论 你做什么样的业 它都在这个六道轮回的范围 你跑不了的 就是永远都是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永远在这个六道里面 你去流浪 无量解 你就是这样的 无论 你行什么样的 你造什么样的业 它都是这样 区别就是这两个 不是在三三道 就是在三二道 就是这两个而已 那什么时候醒过来呢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办 这个地方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觉悟 你永远没有处理六道轮回这个指控 你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指控 魔王来控制你 我今天把你 让你 再上三道 等一下让你再上二道 来指控你 你没办法主宰 只要你还在六道里面 人摆布 你没办法主宰你自己的 你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主宰的 只要你还在六道里面 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你只要不觉悟 你永远都在六道的指控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六道众生生活的真相 什么叫做真相 简单的说 就是造业轮回 轮回造业 生生世世永远没有此境的 这个就是我们 你有没有觉悟啊 这个中文果实讲的 真的 我们人生很短 尊敬的追同修道 太短处了 金刚经所讲的 你看 一切有违法 如梦换泡银 就像这样的 这个人生太短了 短处到一种程度 没办法 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的寿命 平均几岁 从节 那个节来算了 每一百年 我们的寿命 减少一岁 今天释迦牟尼佛 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两千五百年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人的寿命平均是一百岁的 那一百减少 两千五百年 等于减少了二十五岁 那我们现代的人 人的寿命平均有几岁 七十五岁 超过七十五岁 那个是你赚到的 是你的福报 今天你想一想 你的寿命 今天还有剩下几年 不要还以为有明天 还有明年 真的 不要以为将来生在三三道 三三道还是苦 你看那个三三道最高的 飞翔飞翔触天 他的寿命有八万大节 那不是用年的来算 是算大节的 你看 很长 但是他还是抵不过轮回 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 造业轮回轮回造业 生生世世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还不觉悟 行吗 所以中风果实劝导我们 劝导我们什么呢 劝导我们要快快觉悟 只有觉悟才能够超越六岛 才能够离一切苦得一切乐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简单把我们众生 说破夜浪流 说破夜浪流的因 在哪里 就是因为迷了 迷了才产生这个六道轮回之苦 所以中风果实让我们怎么样呢 才能够脱离这个梦 这个苦呢 赶快觉悟了 觉悟了 觉悟 就是无大千了 全部都没有了 这个简单给大家介绍 这个绝海虚空起 说破夜浪流 这个简单给大家 说一个介绍 听懂吗 清楚吗 very good very nice OK 这个很好 OK 那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又为我们说明什么呢 那既然知道啊 有这样的知苦 知道我们知道这个六道轮回很苦 那怎么办呢 有什么方法 让我们能够超越这个六道轮回 能够得一切乐 离一切苦呢 中风搞书我们 我们请合掌 一起来念 若人登彼岸 极乐 有归周啊 这句话 请合掌 请放掌 这个中风果实我们 这个就是方法 讲得非常好 非常之妙 你想要离苦 有什么方法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极乐有归周 你看 这个中风果实讲得非常好 你看这句话非常的精彩 你看我们这个法门这么多 中风果实是一个禅宗的大德 你看禅宗是静中静 很快的 成佛很快的 但是静主法门比禅宗更快 而且方法更殊胜 叫做什么 静中静又静 比这个快静妥当稳定 所以全面这两句呢 中风果实教我们怎么样呢 教我们回归自信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 直接了当 对末法时期的众生 只有靠什么样的法门 中风果实 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直接了当告诉我们 你要靠念佛方法 除了念佛 中风果实没有第二条路了 你看中风果实是一位 禅宗大德 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除了念佛没有第二个方法 如果你真正想要超越六道沦为 在这个末法时代 虽然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是平等 无有高下的 但是 在这个末法时代 唯独念佛 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 稳当快速 简单容易 但是很可惜啊 很可惜 这么好的一个方法 这么殊胜的一个法门 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佛不能成就呢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成就 有没有 不要说大成就 小小的成就 有没有 你们去观察一目了然 你就知道了 不要说大成就 小小的成就 小小成就是什么 你那个菩提心有没有发出来 有没有呢 你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 你那个菩提心有没有发出来 说实在的 这个小小的成就 菩提心 那个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呢 心静心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看五量寿佛经 五量寿经 整个肛领在哪里呢 大家有没有记留意啊 有没有 你看我们常常读五量寿经的 你只要把这个肛领抓住了 你就能够成就 那五量寿经的肛领在哪里 大家为什么不知道 我把那个声音打开 大家跟我讲 跟我分享一样 整个五量寿经 整个念佛法门 它的肛领在哪里 只要你把这个肛领抓住了 你念佛很快 而且你念佛那个成就会提早 而且你念佛念起来 非常的发行 只有进步退的比较少 而且非常快乐 在哪里呢 我们都在学习吗 大家都在学习 互相学习 互相提醒 在哪里 佛体心 一向转连 这个就是整个五量寿经的肛领 你看哦 整部哦 到最后只有两个字 所以今天念佛能不能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靠的在哪里 你的菩提心 菩提心 你能够显出来 清净心就显了 念佛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靠的不是你念多少身的佛号 有一些人念佛 哎呀师父 我今天念了三万 我念了五万 念了十万 心有没有清净 你心不清净 你所念佛的 只是皮毛而已 就有点福报而已 甚至很多人说 师父我念五量寿经好 还是念佛好 遇到境界的时候 遇到境界哦 像前几天 我们印尼的有一位居士 他的先生要动手术 很严重 动手术 那个心很烦 怕意外 问我师父 念五量寿经好 还是念佛好 念佛好 还是念五量寿经 你看 分别心太重了 你知道吗 你今天 你那个心态 用这种的心态 来诵经 来念佛 没有用处的 所以很多人 还没遇到境界的时候 他不知道 遇到境界的时候 很多人 那个佛号提不起来 你不要以为你心在 我念佛念得很好 哪一个那个什么 念珠或者计算术 那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境界还没来 真正的燕千寨主 还没上门 当他找上门的时候 那个境界来的时候 你能不能保住那一念 那个才是关键 你要学习 你要培养这种的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善恶顺利 你那一念 你要保住 所以 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所以为什么 我们师父上人说 念佛的人 往生的人少 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菩提心 没办法发出来的 你菩提心发出来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那个心都是清净的 今天要动大所述 你也是一样 你不会恐惧的 因为你明白 你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 很多人 生病的时候 喜记做主 不是愿意做主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 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活里面 都会有经过生老病史 有老必有病 这个病只是看大家 重病还是轻病而已 你要准备 你天天要准备 要怎么准备 你要把无常放在你的生活里面 人生无常的 我要提高我的境界 提高我的学习 境界来的时候 如如不动 念佛就能够成就了 大家要留意 人生无常 所以中风果实 告诉我们 只有这个方法 才能够帮助我们 首先 你怎么样来发你的菩提心 从孝敬开始 从你那个恭敬心开始 对一切众神 对一切万物 三合大地 你没有一个不恭敬的心 慢慢那个菩提心就出来了 菩提心出来 你的指挥 你的智慧 自自然然流露出来了 所以中风果实 那彼岸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下面 彼岸是指觉悟的那一案 就是诸佛菩萨 就是在那一案 在觉悟的那一案 那我们现在 是在哪一案 在迷惑的这一案 你看 区别这么大 你看佛菩萨在那一案 我们在这一案你看 就是说指这个六道轮回 所以佛经啊 里面常常啊 我们会看得到 看到什么呢 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叫做什么 叫做慈岸 这个慈岸里面的环境的生活是什么 烦恼 恶月 习气 夹杂 全部都在其中 换句话说 你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此案 你的生死是没完没了的 没完没了的 那怎么办呢 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了 如果我们想要破明规矩 就是说你要超越六道轮回 你要修道啊 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急速 在那个路野云 对五位比丘 讲四地法 四地法最后 教我们什么 修道 你要修行 那为什么我们要修道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念佛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修行 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要过这个生死的轮回观 度过 度过这个生死轮回观 那为什么我们要度过这个轮回观 因为这个轮回是苦的 真的是苦的 用什么方法呢 才能够登彼岸呢 下面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 极乐有归座啊 归就是回头 阿弥陀佛叫我们回头 祖师大的叫我们回头 回头了没有 还没 因为我们喜气作主 到现在 还在喜气作主 还是烦恼作主 全部都在里面 分别执着妄想 都是这些作主的 所以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子归土 阿弥陀佛希望我们赶快回来 赶快回头 阿祖呢 阿祖代表什么 你看那个子 那个土 那个土 那个子归土 你看那个这么亲切 大家有没有看过 你们做父母的 你们很知道吗 对不对 当一个母亲生了孩子 第一个想要看的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的儿女 无论有多苦 当儿女生出来的时候 什么苦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父母的伟大 但是很可惜啊 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儿女 长大以后 只往下 没有往上的 真的很可惜的 真的耶 很可惜啊 你看当一个母亲 生生苦苦的 九个月 把他生出来了 培养长大了 希望以后老的时候 希望儿女能够来照顾 现在的人就是这个样的 忘本 所以我常常啊 鼓励很多我们印尼的那些年轻的 大学生啊 一些青年团的 一些青年班的 如果连这个本 我们就忘了 将来 你无论在什么样的 你所成就的 不会啊 带来一个幸福快乐的 没办法的 所以啊 桌 桌都是运载的共计 运载 一般啊 我们 把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样当做什么 当做大运船 就像船一样 运载一切万物 就是运载一切众生 让这些众生 达到彼岸 但是 归桌在这个地方 最主要的是指这个法事 归桌 大家一定要知道 归桌 桌这个字呢 最主要就是指这个三十七年的法事 所以你能依照三十七年这个法事修行 里面的开示 中风果实的开示 前面不是给大家讲过很多了吗 你能够依照里面的开示 如理如法去修行 你就稳稳稳当当地坐在这个弥陀的大船 大运船 你就能够达到彼岸了 你就稳稳当当地就达到那个彼岸了 很简单 容易 只要你肯学 你肯念 你肯修 依 这个三十七年里面的一些 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很简单 一句阿弥陀佛 很简单 捷径 快速 稳当 所以你看这个三十七年的法事 你看哦 你看那个法事 为什么鬼道灵界的众生喜欢做三十七年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简单 不用拐弯抹角 依据阿弥陀佛 你能够念到底 好好念 你就能够达到彼岸了 因为这个法事修起来 太简单 太容易 而且成就快速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都是晓得 这句弥陀名号上 不但自己能够念佛的功德 又有得到佛力的加持 这个佛力是谁 就是阿弥陀佛牵制来为你增上缘 用他的愿力来加持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中风果实 把我们点出 什么叫做 极乐有归宗 这个三十七年就是中风果实 把这个纲领把它点出来了 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四句话 绝海虚空虚 说佛夜浪流 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宗 把三十七年的宗旨全部都说出来 也为我们点出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 这个就是三十七年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 把整个三十七年的纲领 通通说出来 把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精华 通通指点出来了 能不能成就 都是看自己的修为 能不能往生净土 都能不能看自己的修士 这个法会能不能得到 无量无边 明阳两立 都是看自己的虔诚恭敬心 这样 听懂吗 清楚吗 所以整个三十七年 我已经把给大家 把那个纲领 已经讲出来了 能不能成就 看自己的怎么样去领悟了 所以师父领入门 修行在个人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 好 我们看下面 中风产师 在第一时的开示之后 因为我们选择一些重要性的 不再跟大家全部的解释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弥陀经》 我们读诵完之后 在第一时开示当中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一开端 中风果师 有一所据诵 而且这一所据诵 看起来 意思 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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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 这个 其实我们读《弥陀经》嘛 《三十七年》《弥陀经》 唱完之后 中风果师 一开端就告诉我们 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念 念这首句诵 《四界何缘称极乐》 《只因众苦不能轻》 《道人若要玄归路》 《弹相纯众了至心》 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 开示得非常好 这个《三十七年》的内容 真的很精彩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做《三十七年》 就是这个 只要《雪梨经》中学会有半《三十七年》 我一定会来的 你不请我会来的 哦 所以以后要多做 真的以后要多做 希望 我们以后还常常说 那个布里斯本 每个星期 也一次耶 我们一年才有四次 那个已经算很多了啦 你看布里斯本耶 那个山上每个星期都有 所以啊 这一段真的讲得非常精彩 从这一所句诵 我们就能够看得到 中风果实确实是真的明心见心的人 而且最低限度的就是原教出主 这个原教出主啊 他的境界啊 就是跟诸佛如来 他的那个同身性都是平等的 所以明镜 所以那个中风果实不是一般人呢 他真的不是一般人了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从他的开示 从他的开示里面 如果没有见性的话 他讲不出来啊 他真的讲不出来 你能够讲得出来吗 讲不出来啊 你看那个释迦摩尼佛 讲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三藏十二部 都是他的自信流露出来的 不增不减的 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一段非常的精彩 也非常的 对我们很实在 对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很实在 全面意识看起来容易懂 我们很容易的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了 大家如果 去看这个《谜陀经》 我们就会看到了 看到什么呢 你看有一段经文 佛告诉瑟利佛 从啊这个彼徒何故 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无有众苦 但说诸乐 故名极乐 这个就是我们在《谜陀经》 常常看到的 这个就是极乐世界这个名号的由来 释迦摩尼佛在江上讲得很清楚 但是有很多人对于极乐世界这个名号 产生有一个严重的误会 很多人 像我以前在这个机场 在机场 我有遇到几位一些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学佛还是不学佛的 但是我不知道 他曾经有跟我提过这句话 哪一句话呢 有人说 极乐怎么可以极呢 乐怎么可以极呢 不是生悲了吗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乐怎么可以极呢 那极不是生悲了吗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呢 那我们真的不了解经上所说的极乐 所说的内涵 我们一定要知道 极乐世界的那个乐 是对谁讲的呢 都是对我们六道众生而讲的 对我们六道众生 这些众生的疾苦而讲的 就好像我们西方解的世界 西方解的世界有四等 什么叫四等 常乐我尽 常是对谁讲的 对这个六道轮回众生的无常而说的 无论你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里面 无论你怎么追求 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 它不是永恒的 乐也是对我们六道众生所讲的 我尽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看下面 极乐世界的乐 我们一定要知道更进一步来讲 是怎么样的呢 是趁性的快乐 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苦乐之乐 我们世间这个苦乐之乐是对待的 我们这个世间的苦乐之乐是对待 什么叫做对待的 它不是永恒的 今天无论你怎么追求 今天你怎么样去努力 无论你得到什么样的一切的万法 那个苦都是在你的周围 你没办法脱离它 这个就是对待的 因为你都在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刚才已经讲 无论你怎么努力 无论你怎么样用功 只要你还在六道里面 它的那个苦都在你的范围内 你没办法脱离的 而我们这个极乐之乐的 极乐之乐是绝代的 它是清静的 它是永恒的 它不变的 它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很快乐 那个快乐是超越一切苦乐 是真实的究竟极乐 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为什么劝导我们发愿要求生西方群人世界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因为它那个乐真实的 那个乐是没办法去想象的 大家有没有去读过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有医院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叫做第三十月 三十月是讲什么呢? 就是乐如落尽月啊 乐是烦恼代表词 就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的烦恼的代名词 这个叫做乐 静就是说 它的沉思烦恼已经断建了 八十八点的建货已经断建了 叫做静 所以乐静的意思就是正的阿罗汉国 佛在《五量寿经》用这种的比喻 他说 西方挤了世界的乐是像什么? 像洛建比丘 洛建比丘就是正的阿罗汉国的比丘 他那种快乐 所说的快乐是无比殊胜的 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真的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是没办法去体会得到 除非你正的阿罗汉国了 你就能够明白佛所讲的乐 那个乐真的是趁信而来的 这个趁信就是你正国了 那种快乐超乎想象的 我们没办法去想象的 我们反复没办法去想 想不出来 不可思不可以的 那种快乐 今天我们怎么跟你解释 你也没办法去体会 但是你想一想 每一个人都有经过那种快乐的生活 对不对 一种我今天突然间有人供养 他说师父我供养给你一百万 你快不快乐 师父我供养一百万给你 让你建道场去布施 你能不能快乐 只是那个快乐 他是不真实的 因为这个快乐里面他有苦 你看人家供养一百万你要为他做事啊 如果把这个事做砸了怎么办呢 这个乐啊 真的 所以那种比喻 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了 用弱见比丘来比喻 那种境界太高了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们这个极乐世界 跟我们这个说法世界的相比是怎么样的 你把极乐世界看得太小了 比不了 不要说我们这个说法世界 连死方诸佛的国土都比不了 何况我们这个说法世界 比如说佛在经上为我们讲一个比喻 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居住环境里面 总有一天 有死之别 有死之别是苦 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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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命到了 有死之别 苦不苦 很苦 苦到什么程度呢 佛经为我们做一个比喻 就好像什么 像生龟脱皮一样 脱壳 就好像牛火 这个火牛剥皮啊 火生生的这个乌龟啊 把他的那个壳啊 把它脱 把它剥 剥壳下来 好像那个牛火生生的皮啊 把它剥皮下来 你说苦不苦 很苦啊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有见过 因为人很健忘嘛 我们每个人有这种经验 只是我们忘记了 忘记了过去 有死之后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要不然不苦的话 那个六国 那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希望能够长生不老 杀了多少人啊 杀了多少人啊 这个是一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说明 今天啊 简单 把这个 前面的这个 说破夜浪流 还有这个 极乐世界的这个 这个 明子的由来 简单啊 给大家 介绍 下面的呢 下个星期 开始要为大家来介绍 这个道人若要循归路 啊 啊 啊 淡向沉重了自信 啊 这个 两句话啊 我们一定要留意来学习 啊 留意来学习 因为这个比较 啊 比较现实啊 啊 希望啊 我们啊 下个星期啊 啊 继续来给大家 同样的时间 啊 给大家 喜讲这个 三十七年 啊 如果今天啊 还有讲错的地方 讲不对的地方 啊 请大家多多批评 啊 这个下个星期 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啊 这个世界和 圆称极乐这个名称 希望大家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